张宏伟 55岁 河北人 河北劳动关系学院毕业 大家好 各位老板好 主持人好 两位专家好 我叫张宏伟 今年55岁 来自河北 我当过兵 创过业 有过成功 也有过失败 今天来求知的岗位是销售副总和金融副总 谢谢大家 好 欢迎您 张先生 收入您的这个经历吧 咱们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说起 这个我当兵复员之后呢 我就到自己就觉得应该去创业 创业呢 咱就上这个深圳 上海南 海南那个时候正好一个房地产公司 这个老板相中我了 对我挺好 让我开车 他因为他经常去这些场合去说话 办事 我觉得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说试用期是六个月 三个月就让我转正 然后就开始在办公室当副主任 但是又三个月我就成了主任了 不到一年我就当成这个海南的副总了 其实我们当时做的是非常好的 但是后来呢 因为种种原因 资金链断裂 所以这个业务就算停止了 我也就回我们老家了 开始自己创业 先是建筑公司 然后就是房地产 挣了钱也可以 但是我这想的就是往更大的平台发展 07年来北京成立了文化公司 但是做的当中呢 因为毕竟这个文化行业 我是第一次跨入 里边是坑坑坑坑坑坑还挺多 所以我就可能走得老是不顺 后来我就想弄了一个 又成了一个科技公司 刚开始吧 还行 但是由于这个软件我也不太懂 所以也是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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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到最后再上市的话 就是需要资本的推 往上推的时候 我的资金已经不行了 我就认为搞金融这块 是将来是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块 所以我在这个金融行业 从07年到现在也是十来年了 我觉得我击减了一定的经验 人脉 所以我觉得能帮助在座的企业家老板 更上一个台阶 我觉得我就来这就值了 谢谢各位老板 经历很丰富 有失败 但是每一次面对失败 他都能够咬着牙再站起来 继续向前冲 这个性格我特别欣赏 他也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 自古燕照大地 多慷慨悲歌之事 这种气魄还真的是挺难得的 尤其是现在比较年长 又来参与我们《非你莫属》节目 您觉得您在《非你》的舞台上 您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是经验优势 虽然有年龄优势 但是我心里年龄很年轻 身体也很年轻 各种体育锻炼没有断过 我觉得我还能干30年50年都没问题 您这个健康不能光靠您说 我问问您 平时您一般是进行什么样的体育锻炼 有时候力量性锻炼 俯卧撑 一般就是五六十起步 五六十起步 对 厉害厉害 要比拼一下了 左右 比拼一下 要各位老板能够比拼一下更好 有没有比几个女老板来给我喊两号 我就弄到一百 比拼是够呛 你刚才听那个惊呼声就证明啊 这个中国企业家的平均体质啊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基本上男士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天津人讲话 都已经快楼了啊 要不然不会惊呼 但是我觉得何文应该可以吧 我们不行 那个凯然应该也行啊 六七十应该没问题 请何文 赵小叶和曾花啊也到台上来 给我们加油打气啊 何文代表整个非你莫属的男生的那个平均水平啊 来 我看三二一准备开始啊 这就坐着 三二一开始吧 加油 我们要数吗 三 台下给数一下啊 台下给数一下啊 十一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何文开始加速了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不太标准 十八 十九 十 二十 二一 二二 三二三 三二四 三二五 二六 十二七 四二八 二十四 四十六 三一 四十四 五十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八 五九 六十 六一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六 六八 六九 七十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十 七十 七八 七九 八十 八十 六ар 六四 八十 九十 九二 八十 八十 九十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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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好厉害 太厉害了 两位美女喊了他 他做得特别快 而且其实您可能不止一百个 因为开始的时候还没开始 他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实话实说 张先生做到后面的时候 动作已经有点走形了 但是和文的这个耐力 确实不如咱们张先生 咱得像张先生学习 身体健康确实很重要 做到五十岁家不多 做到五十岁家也不做了 我们再次感谢和文 也感谢二位加油助阵的嘉宾 曾花和赵小叶 谢谢 您锻炼多少年了 是当兵的时候养成的好基础 对这个是坚持 这不是一招万事 就是说从这个 也能体验我的这种坚持和韧度 虽然我跌倒了 我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说不定我就做到 各位领导 大老板这个椅子上了 想问一下张先生 您最有成就的一件事 人生当中是哪件事 一个是在海南 就算很快就能升到富翁 这是一个 再一个是 我就说我一夜之间 我能盖十七间房子 一夜之间盖十七间房子 对 平房 平房 当时呢 就双方对这个地招标了 就说谁 谁能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再给钱 盖不起来是不给钱 就我说我能干 我干 所以呢 我就是筹集了很多这个 因为我已盖过建筑嘛 我有很多施工队 一个施工队 他肯定是摇摇头弄不起来 我两个施工队 我说你分开弄行不行 两个施工队也弄不起来 最后六个施工队 分了分 一个这个盖两间 这个盖三间 这个盖五间 一夜之间一样 什么都要准备 对 各个店 房方面 都要准备 特别难准备的 就是水 他当时那个水不行 结果供不上 那么多人用水 哥们就供不上 然后呢 我就赶紧就想 给各户 周边有楼房 给那各户做工作 喊大妈呀 喊妈 我都喊妈了到最后 真的 才算是同意了 最后就第二天 就盖起来 盖起来之后 一天就全部 当年就全部租出去了 这牛啊 一晚上盖出17间平房 您今天是来找一个 副总的职位 对 有方向吗 因为我干 我觉得要是 有金融方向 是最好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摸索了 十来年了 再一个销售副总也行 因为企业领导 就是一种大销售员 所以我觉得干销售副总 跟这个什么 这个金融副总 都是没问题的 好 那您的期望工作地点 有要求吗 没有 期望薪酬呢 薪酬 我愿意从第一往上走 一晚上起假 好 在这里我要提前 给大家说一句吧 在第二环节 我会问 张先生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呢 都和我们 非你莫属的 企业家有关系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第二环节 竖起耳朵 好好听 第一环节到这里 来吧企业家们 好 祝贺您 张欧伟先生 台上还有九盏灯 为您留下 接下来